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今天來到新生南路三段的PASS TO GO義大利麵 那這間店的義大利麵都只要100元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今天是假日,所以生意非常的好 好,那他們的價目表就在上面 全都是100元 從義大利肉醬麵一直到最下面的 腰果培跟青醬麵都是100元 好,很便宜 那這邊有營業時間,注意一下 平常是晚上5點到8點 週末是才有中午的 那點餐的說明在這張紙上請注意看一下 要先點餐然後付錢 好,這也是這個點餐的規定 老闆娘你好,這邊點嘛 那我想要點那個大蒜蝦子橄欖油麵 然後我還要那個番茄蔬菜湯 我們今天不用煮糖 因為完全來不及 喔是 那我就 好,那我就大蒜蝦 蝦子橄欖油麵 對 謝謝 這邊吃 謝謝 謝謝 好 好 好,那這上面就是這個MARC PASS TO GO 義大利麵 真的蠻平時的價錢 然後那個炒麵的老闆是外國人 好,那這邊有寫營業時間 可以看一下還有電話 好,每周的宮修 好,那老闆就非常的忙碌喔,這樣 好,那大概只能拍到一點喔 那總之老闆是外國人 好,謝謝 好,那現在就好囉 好,那現在就好囉 因為我是離開那邊的座位區喔 不然我這手機的腳架放不下 然後,滿滿的這個起司的味道 好,那一百塊超便宜的喔 那現在就吃吃看 好,那就滿滿的起司粉喔 我說真的真的超便宜的喔 這個 是這個你月底的好朋友 好,現在吃吃看 因為我是點油草的喔 所以它這個味道就是 比較清爽的味道 好,那麵的量還滿多的 好,味道也還不錯喔 好,算是清爽型的義大利麵 然後這是蝦仁 我覺得品質不錯啦 才一百塊這樣 量很多 一般如果說你在市面上 在那個餐廳吃義大利麵 隨便點都兩百塊起跳喔 這樣才一百塊真的超便宜的 好,你肚子很餓的話 吃兩碗就會很飽很飽了 好,當然如果說一百塊來論的話 在美味的程度 就算普通啦 不能說是很美味這樣 但是就是很便宜這樣 好,那就很適合這個月底快沒錢啦 還是你是學生族喔 這個義大利麵就還滿適合你的喔 然後也不會說味道很差啦 嗯,那一條吃起來滿有Q度的喔 好,那 他這個看板上就有寫 說一百塊 希望不要太嫌棄他們的麵跟服務喔 可是覺得還不錯啦 他有笑臉贏人這樣喔 然後服務商就差不多這樣啦 然後 跟他購買點餐 然後後餐 然後拿到麵來吃這樣 可是他剛才忙完一輪喔 所以我很快就拿到麵了 大概才 才五六分鐘而已吧 蠻快的 好,今天加的這樣速度算蠻快的 嗯,好吃 好,那就推薦給這個 喜歡吃義大利麵的朋友啦 然後又還滿便宜的 好,這個是重點喔 超便宜 蠻好吃的喔 好,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喔 本來想要介紹他的湯的 可惜他今天沒有湯 好,他的醬有點沉在下面喔 剛剛這樣拌上來之後 才吃到這個濃濃的蒜味喔 所以那就建議 吃的時候可以的話 這樣盡量多拌一下 他的這個味道在下面 好,那真的滿便宜的 就是一個路邊攤的形式喔 相信這個吃起來一定很超值喔 好,那就他們的招牌就是這個喔 Pasta普共 然後就是外國人老闆 好,那緊接著就來到這個 旁邊巷子裡的上家鄉 雲南美味麵食館喔 那這間店也是之前粉絲提過 希望我來拍的店家喔 那剛才拍了五分鐘 那就直接拍第二家好了喔 那就連著拍下去 然後這邊最有名的就是 雲南特製涼麵 然後這邊就有寫這個 自製雞蛋麵 不含防腐劑 田中帶酸 酸中帶辣 辣中帶麻 麻中帶香 看起來好像感覺還不錯 好,那菜單就在這邊喔 其實都算是銅板價了 剛剛那個一樣很便宜喔 目前看到最貴的價錢才 110塊 好,那營業時間注意一下喔 一位 好,一位 好,謝謝 好,謝謝 哪裏啊 好,謝謝 那快速照一下喔 內容區大概可以做二三十個人 那菜單就照一下喔 事實上都還滿便宜的喔 那我就點重點喔 那個氣鍋雞湯跟涼麵 好,因為人還滿多的喔 所以可能取景的角度沒那麼好 那總之這些就是涼麵的材料喔 這樣 好,就是比較類似這個家庭式的料理喔 還滿忙的 好,那這一家也上過這個非凡新聞的報導喔 好,那就非常非常的忙這樣 好,那大概等了四幾分鐘 因為今天假日會比較久 然後這個是氣鍋機 感覺上CP值還不錯喔 那邊肉還滿多的 然後現在就吃吃看喔 因為中間卡了這個喔 所以不太有把料撈起來 嗯,口味還不錯喔 就是喝起來甘甜甘甜的雞湯味喔 這看起來是雞腿肉 不錯喔,算是優點喔 要上就一起上 剛剛我在等的時候涼麵都還沒好 然後吃起來的話就是這個 肉軟軟的喔 骨頭也軟軟的 剛剛嚼骨頭也是嚼得動喔 它有一股特殊的風味 可以看到裡面有薑片跟這個香菇喔 可能因為這樣高溫蒸啦 所以這個感覺上連骨頭都可以咬 所以這個感覺上連骨頭都可以咬 還不錯 那我覺得分數是 88分,還不錯 湯頭還滿濃郁的 滿濃郁的喔 不錯啦 一百塊這樣算超便宜的喔 我今天介紹應該都算是超便宜的料理 嗯,好吃 剛剛那個湯麵我有喝到這個大蒜喔 有擠一兩顆大蒜 然後香菇跟薑片這樣 這是它的主成分 好,那這個就是今天這一家店的 算是招牌啦 雲南涼麵 那上面就是有炸過的蒜片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肉絲喔 好,那小姐還服務蠻客氣的喔 還蠻不錯的 我現在吃吃看 它說是會麻又辣這樣 我現在吃吃看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那是另外一個 包仔麵道 那個 你太適合菠菜好不好 欸,我覺得好像 沒有辣欸 哈哈 甜中帶香倒是有啦 這個涼麵吃起來味道還蠻不錯的 酸酸甜甜 然後麵還蠻有Q度的喔 蠻好吃的 就是酸酸香香蠻開胃的喔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這個這一道涼麵還蠻適合夏天吃的 然後蠻有風味的喔 好吃 蠻適合天氣熱 然後食慾不振的時候吃喔 然後營養也夠啦 又有肉啊 又有這個小黃瓜這些喔 蠻不錯的 配的蠻均衡的 然後再喝一碗湯就差不多了 好,那我覺得這兩麵的分數是90分喔 這確實好吃 氣鍋雞也不錯啦 那蠻便宜的喔 就是以這個 CP值高便宜喔 好,那就推薦給這個 喜歡吃雲南料理的朋友喔 蠻便宜的 好,因為今天這兩家 拍片時間都不長喔 所以我就把兩家都併成影片拍喔 那這算是一個新的嘗試 那就希望各位看的喜歡 好,那這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上家鄉 雲南美味麵食館 好,地址帶來台北市新生南路三端 六十項二至一號 好,涼麵確實蠻好吃的喔 然後那個氣鍋雞也不錯 好,那這個是後面所有的品項 可以慢慢看喔 那 食量比較大的人 像我今天因為是早上還沒有吃 就直接吃早午餐 所以就是可以吃到兩家喔 那邊的麵 如果一個女生來講應該是吃得飽喔 我說義大利麵 好,然後涼麵這邊的話 是要加湯就剛剛好 好,那 今天介紹都還蠻便宜的喔 那我這邊是180 剛剛那邊是100 所以總共吃280 好,那各位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拜拜